小朋友 小朋友 对不起 管谁叫小朋友呢 对不起对不起 大爷大爷 你管谁叫大女长得比谁年轻啊 那该喊你什么呢 叫大哥就行了呗 大哥 大哥您贵姓 我呀那你 你是从上面派来的 对我到这儿来教书 那这么的吧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吧 我呢 姓宋 宋呢 是宋元明清的宋 人呢 是人者爱人的人 喜呢 是喜去叫渣渣的渣 宋人渣 不是 我说错了 是宋人喜 宋大哥 这个校长在不在 找谁 我找校长 我就是 教导主任呢 我就是 老师呢 我也是 你就说叫你们村 叫你一个人 我身单多职 我还当 我还当饰养员 后面俩猪都我喂你 真的 你别小说我 你呢 哎呀 你是客人 你先坐 谢谢 谢谢 我不是给你来个下马威 你也不要害怕 既然从城里来 你见识都也四面广 我先给你讲讲 我这学校发生 曾经走出去的故事吧 我培养的学生很多 其中有一位呢 就叫马云 马云 马云是你学生 马云 当年就从我这走出去的 还可以啥呀 他呀 他的数学就是我教的 是吧 白天教 晚上教 没成想 考大学的时候 就给我得一分 他也太不上心了 闭眼睛打也能打八分 那还有谁是你学生 不少呢 还有什么 史玉珠啊 史玉珠也是你学生 哪有 现在不有个巨人网络吗 当时呢 我就给他传达一种思想 我说你看没看到 老师虽然说小 在你的心目中 是不是像巨人一样 他就记住这句话 你看现在巨人网络 发展的多好 还有谁呀 你别告诉我 王健林也是 他刚别提了 他一天 老给同学订想目标 小目标的 后来我就告诉他 你先打及格了 你再给人订想目标 是吧 刚才上来的时候 许家印也在边上 也是他同学 不是你怎么值得这么全呢 那小许同学也是 当时上学特别淘 愿意踢球了 玻璃造税好几块 那玻璃 到后来呀 我这小子特别聪明 每次我盖猪圆的时候啊 他老在旁边偷的学艺 你看现在楼盖的多好 现在楼盖的 跟猪劲有关系 不是 当时就学我的方式方法了 图纸丢一张 让他偷进来的 我要说这些故事啊 能吓死你 还有谁啊 不光这些商业界上 你像这个音乐界上 我也培养不出不少学生了 你像什么 韩红啊 蜡英啊 汪峰啊 朗朗不为你教吧 钢琴你会弹 那呀 钢琴 老老现在弹钢琴弹这么好 就是因为当年 受我弹棉花的启发 你知道吧 你还笑啥呀 他现在金属知识 当个人我怎么教的呢 你看弹棉花 是不是这么个节奏 东东东 东东东 东东 现在你看他 他那个 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打 就得节奏 亲爱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 您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互联网 在家创业的云商 我叫光明 如今互联网 已经是趋势了 你在玩手机 跟电脑同时 是否想过 通过一部手机 就能在家创业了 转发分享 就秒截到这 很多80后90后 甚至50多岁的 网门大姐 通过我们平台 短短一到两个月就月收入过外 甚至更多 如果你也肯望成功 请你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微信或QQ1091141835 1091141835 我会问你详细讲解